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布鎮浩 我是梁思齊 思齊,第十五屆香港書展已經開幕了 是的,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閱讀越精彩 今年總共有570個參戰商參加,是歷年之冠 香港青年協會、唱馬會、media有一媒體空間 繼續和過百威的青年組成採訪隊 肯為期七日的書展做採訪 而大批書迷一早到場 有書商說看好今年的燒情 預計生意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十五 由高祖李報道 書展吸引大批市民等入場 大門一開,他們就湧入會場 入場還可以 但是對嬰兒車來說我覺得有點麻煩 他又要叫我們去梯 但是我們乘車 但是這個又不是乘車去倒倒的樓層 都很暢順 就是不會太過… 人流方面不會太過逼 還有買書都幾好 不少書迷都有備而來 明銀轉機 約四百元買兩三碗 其實主要來買雜誌的 除了雜誌之外會買旅遊書 還有一些日文書籍 其實我每年都會來的 我大概千多元 書展的主題是 從香港越讀世界 越讀越精彩 吸引了來自三十一個國家及地區 總共有五百七十個參展商參加 是歷年之冠 為期七日的書展 會有超過三百場的文化活動 好像講座、讀書會和展覽等等 今年的銷量 其實我們會預計 比去年大約會增長15%左右 當然都希望在商言商 當然生意好 還有希望可以做多些優惠 吸引多些讀者 我們期望可以有增長 我們都是在選書和折扣上 希望吸引到這些讀者 有參展商表示 雖然今年書展的租金上升了 但亦都沒有因此而大幅調高書架 市民亦無減買書的意欲 M21news記者高祖利報道 至於書架方面 今年書展的攤位租金 有單位數字的升幅 有參展商說對書界輕微影響 又不止情 帶大家看看 書展的第一天 已經有不少市民來看書 他們對今年的書架 有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今年的書架 其實是比去年 那些書的類型多了 還有它的價錢 都是比去年差不多 它全場大概都會有折扣 雖然書架有微調 但亦都不敢輸迷的熱情 我自己就會大概500元左右 雖然租金上升 但有參展商指 書架的升幅並不高 其實租金加了 當然令到我們 整個參展的成本 是會增加的 不過我們的書架的調整 都是有一個溫和的調整 因為始終 除了你說 因為貪委費的增加之外 因為其實整體都有通脹 各方面的成本開始都高了 但是我們的書架的調整 都是比通脹為低的 在折扣方面 大部分的新書 都是以8折發售 因為和去年大致相同 M21news記者不止情報道 早上書展舉行開幕典禮 貿法局總裁林建復 回顧過去25年書展的大型轉變 包括延長開放時間 以及按年增加的參展商數目等 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就讚揚書展對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貢獻 同時鼓勵社會各界繼續推動閱讀生活 促進文化交流 香港書展由1990年開始舉辦至到現在 已經踏入了第25個年頭 由最初期只有149家的參展商 到今天已經增加到 有來自30個國家地區 一共570家的參展商 參觀的人數也是屢創新高 由首屆大約是20萬人 就攀升到去年的超過98萬人次 書展今年推出新優惠 可以憑指定的票尾再次入場 究竟這個優惠吸不吸引呢? 由伍保亭去看過 書展的第一日不少市民來到 看看有沒有心頭好 書展特別推出一票兩入的優惠 有市民說不知道有這個安排 但都會吸引他們再次入場 有可能會考慮再來多次 因為有這個優惠 但視乎看看今天 看看我看不看得完這些東西 很高興的 這很吸引的 因為你起碼可以入多看多次 有些可能因為人多 你看不到的東西 可能晚上你會看得到 參展商就認同票務優惠可以增加人流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因為我們說多了人次 因為他可以再回來看 為書商來說是一件好事 我想人流一定會有一定的升幅 因為他多了一些宣傳 還有其實他今年是很多講座 很多文化的講座 兩岸三地的華文世界喜歡讀書的讀者 都會來參觀 或者來看那個講座 對人後一定有幫助 沒有特別因為票價便宜了去做這件事 但我們今年主打都是小孩子的書為傳 在書展期間 市民頭兩天以證監門票入場 可以在星期五、六、日憑票尾 在晚上七點之後免費入場一次 M21news記者 吳寶廷報導 COS一陣 回來繼續書展消息 歡迎收看聽聽好書 在書展期間香港青年協會推出多本新書 而今天我們請到其中一位負責人Gary 來和我們介紹他的本書 Gary 我知道這本書是關於一些創業的故事 那你不如和觀眾介紹一下 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這本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業計劃推出的 創業成功時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是我們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在今年書展期間特別推出 帶給一些香港想創業年青的朋友知道的一本書 顧名思義的名字叫做《創業成功時》 其實這裡是有一條鑰匙 是希望可以給一些讀者拿著這本書的時候 可以參讀裡面十五個成功創業的故事 讓他們可以知道一些成功的青年創業家 會怎樣開啟他們創業成功的門 COS Gary 你就攝觸過不同創業的故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出這本書 其實我們去構思出版這本《創業成功時》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2011年 得到匯豐銀行工商金融的支持 是和我們舉辦了一個香港青年協會 匯豐青年創業計劃的 一個匯豐青年創業大獎這個比賽 其實每年我們都會有五位最後的優勝者 是拿到我們的獎項的 開始了這個大獎已經有三年了 也有15位的得獎者 他們都拿過我們這個大獎 我們今年2014年會舉辦第四屆 在過程中我們都希望 將過去15位成功得獎的企業朋友 他們的故事 他們怎樣在創業的過程中 得到他們成功的機會 的一些經驗 收錄在這本書中 就希望讀者能夠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在他們自己考慮創業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借鑑 在籌備這本書的過程中 都會接觸過這15位的年輕人 那你覺得他們成功的要求是甚麼 其實每一個企業他們背後 都有不同的成功因素 所以我想如果讀者真的有興趣 想了解每一個企業家 他們成功之道的時候 記得要去買這本書 慢慢去看看他們的不同成功之道 而這本書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每一個故事的後面 我們都會收錄了一個二維碼 如果讀者是想真的親身 有些動感地去看看他們 怎樣親自介紹他們自己的 創業的成功故事的話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二維碼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短片了 好 多謝Gary今天和我們來分享 如果有意創業的你 就記得要在書展期間買一本書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胡浩童 是讀八歲女小學的四年級 我今年九歲 而我今天說的故事作品的題目 是叫做 漢堡包和叉燒包是阿龍作的 在這個故事裏面 是說一個婆婆和她的孫女在爭拗 說要吃叉燒包或者漢堡包 最後最後最後 那個孫女就用一個擴音機 來找回婆婆 那他們那個孫女就沒有吃到漢堡包 而去了吃叉燒 和婆婆吃叉燒包 其實在這個故事裏面 我學到要是 要是自己 關心老人家多些 不要經常跟她吵架 最難演繹那裡就是 就是 我要扮婆婆 彎下腰很辛苦 還有要講那些 跟媽媽學的那些 找婆婆 找婆婆說一次那些 鄉下話 之後我就把廣東話 講話一點 就可以做那些 所謂的向下話 歡迎大家收看聽聽好書 在今年的書展 香港青年協會將會推出多本的新書 今天就邀請到其中一位新書的作者 瑩瑩來和我們介紹一下 瑩瑩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不如先介紹一下新書的內容 先 好 我們這本書就叫 家傳之泡 其實我們這本書是用飲食去做主題 去帶出不同家庭的溫情故事 我們一共會有十八位受訪者 都是一些青年人和家長 他們每人都會分享他們家裡的一些飲食故事 例如會有個年青人可能他中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吃齋 他當初吃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父母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 要做手術 他就立志去吃齋 祝願家人身體健康 在每一位受訪者 去分享了他們家裡的飲食故事之後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 再去介紹兩至三道他們家裡的家傳食譜 例如有咖喱雞、鹹魚蒸菇餅、腐皮捲等等 我們傳滿書會有四十度這些食譜 都會圖文並謀介紹的方法 為何當初會有這個救思 我覺得其實中國人都很重視飲食 飲食除了可以帶給我們溫飽之外 其實都是盛載了很多的感情和回憶在裡面 譬如我們小時候 可能我們病 爸爸媽媽就會煮粥 煮藥給我們吃 希望我們快些康復 另外可能過年過節的時候 大家會很容易鬧鬧地 一起去做一些蘿蔔糕、年糕等等 雖然這些食物好像很普通、很家常 但因為裡面加了親情 所以就會令我們很難忘 我們這本書其實都是想刻畫這種飲食裡面的親情 希望令讀者可以感受到一家人一起吃飯的那種溫暖 除了親情之外 當中籌備的過程有沒有遇上些甚麼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煮食的 所以在製作過程的時候 都會學到很多不同家裡的家傳煮食的技巧 覺得獲益良多 但可能初初找受訪者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挑戰的 因為可能一般人聽到要分享食譜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家裡煮的東西很家常、很簡單 好像出不到大場面那樣 但其實我們這本書 就不是說想受訪者去分享一些很高難度的菜式 而是只要這道菜式對他們的家有意義 我覺得已經很值得去分享 另外就是可能寫食譜的時候 都要有一點點技巧 因為可能受訪者去分享的時候 可能他們煮慣的東西 有時食譜的份量就不會很準確 可能不會計算到多少茶匙、多少湯匙的豉油 所以可能看完他們示範之後 我自己回家也要親身再煮幾次 這樣務求可以寫到最精準的食譜和步驟 給讀者去看 好多謝你 不如最後推計一下這本新書 好 我們這本書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溫馨故事 也會有很精美、很圖文並謀的40度食譜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會學到很多不同的烹飪技巧 也可以感受到一家人吃飯的溫馨和重要性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本書 今天就多謝你的分享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繼續書展的報導 今年書展加次售賣台灣書籍的專區 集中來自台灣的參展商、方便市民買書 有陳建葉介紹一下 台灣書一直都受書迷歡迎 好像一些小說、食譜、語言書 它可以集中來都不錯 大家選書方便一點 今年是首次設立賣台灣書籍的專區 有參與商滿意整體的安排 也規劃得很好 都標示得很清楚 空間很大而且不會說很擠 但有台灣書商說 希望明年有更多的攤位推廣書籍 稍微少了一點當然不滿意 如果增加一點我們是更可以 我當然希望台灣區可以再擴大一點點 我希望多推廣我們台灣的一些文化和作品 在多個書展的展覽廳 都有受賣台灣書籍的專區 除了小說之外 還有藝術書和環保書籍 M人1news記者陳建葉報導 今年書展的文藝廊設於三樓長樓 以及大禮堂前廳 有四個不同主題的展覽 現在跟大家介紹 年度作家董啟章的專區 以在世界中寫作 為世界而寫為題 展示董啟章的創作歷程 插畫及劇場道具 由梁玉蘭帶大家看看 首稿、書籍、甚至劇場道具 都在文藝廊見到 年度作家董啟章的作品 一連七日在文藝廊展出 看末日已經吸引了不少人士入場參觀 在董啟章先生的書裡面 因為他是用香港作為背景 而從中進入了他的香港歷史 和家族歷史裡面 也有一些個人的味道 在本土文化裡面 也透出一些不平凡的味道出來 令到可以從而我啟發我的創作靈感 有同學表示 董啟章的作品文不簡潔 容易引起共鳴 其實一開始接觸董啟章先生的書 都是經過學校推展 要寫閱讀報告 開始第一次接觸他的書 一開始就覺得這些名作家 會不會看他們的書很悶 或者很深奧不知道說什麼 但接觸他上來 都發現其實很輕易入手 都可以在當中得到一些啟發 亦有內地文學館館長說 看過董啟章的作品 希望能夠打入內地市場 他的作品在大陸基本上 是沒有發行 我剛才就有意去看看他的版本 港版和台版 沒有陸版 所以應該讓董先生的作品走進大陸 那是一個廣闊的市場 在書展期間 董啟章會出席三場的分享會 同時也會邀請到日本 以及本地的作家一起唱探問學 生活和世界 MLN News記者 梁玉蘭報導 今年的書展 名人講故事環節 邀請著名鋼琴演奏家 岑建威為一眾小朋友講故事 希望提高兒童閱讀的興趣 由麗迎兒報導 岑建威平日表演彈鋼琴 但他今天就拿著 《魔法師的門徒》這本書講故事 勉勵小朋友做事要有耐性和毅力 這個故事 他自己成為了一個魔法師 他可以變很多東西出來幫很多人 首先 魔法師就跟他的門徒講 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你要管理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就是要有一個patient 即是內心或者內性 其實那個patient 也都是你要將一些事持之以恆 有恆心 這樣你才會做得成功的 尤其是一些難一點的事 就不是一朝一夕在那裡 而最後的故事其實也有講一件事 就是真的要去到 如果你做到 例如一個地步 擔當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多事情做的 就不是表面看起來 他在那裡很享受 很棒 聽故事的小朋友非常踴躍 會舉手答問題 他們都挺踴躍的 尤其是有部分 我只是覺得自己帶禮物來不夠 我的故事都是表達 做事要有恆心 自己的事自己做 都很有意思的 家長和小朋友都對這個活動 反應正面 並表示有同類活動會再參加 M21news記者麗吳儀報道 書展踏入第25屆 過去有不少難忘事 包括經歷過2003年的沙士 還有第一屆的書展 原來舉行的日數是比現在少的 有兩仙企報道 書展是每年暑假的盛事 吸引了大批書迷到場 買書、看書 在2003年那一屆 遇見沙士 當年書展都受到影響 直到都覺得沙士的肆虐 都慢慢有緩和了 所以我們都有 日子方面有少許調整 延遲了一個禮拜舉行 除此還有分流措施 將它分流是上週和下週 希望將人流分配得好些 不會令到感染的機會大增 第一屆的書展在1990年展開 展期只有四天 參展商有149個 少於現在 當時90年代都是香港經濟的騰飛 我想一般市民的收入都有所增長 所以對於消閒、文化 或者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 都是有需求在 所以正直這個發展 也因時制如 我們在暑期的時候 舉辦了第一屆的書展 他說當年書展主要是 市民買書的平台 近年先多做了 座談會等等的文化活動 期望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平台 M21news記者梁仙琦報道 接著是書展快訊 好啊 星期四早上11點 在會議室S226 有名作家講座系列 微喜哀傷、重寫與重行 由黃碧雲和鍾曉陽主講 而同樣時間 劉克商會在會議室S423 跟大家講 一助擁有美好山徑的大島 在下午2點 有第一場的年度作家分享會 董啟將會講 文學生活、寫作、自我與世界 地點是會議室S224 而同樣時間 在會議室S423 有劉兆佳講 香港的獨特民主路 三點 有名作家白先勇 新書《止痛療傷》 某單情緣演講會 地點是演講廳1和2 六點 在會議室S428 冰心文學館館長黃炳根 會講冰心文學的地位與價值 在展覽廳3B兒童天地 表演舞台 有名人講故事 兩點半 有梁成軒博士講瑞美人 五點半 有兒歌填詞人偉言 和兒童劇團創辦人胡寶壽主講 上至更多書展的消息 可以瀏覽以下的網頁 時間差不多了 加回兩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星期四繼續書展的報導 再見 這幾天 來這邊 有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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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